国务资政张志贤表示 我国向来是个开放社会 但社会多元化也可能造成社会分化 尤其当今世界动荡不安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崛起 导致情况更为严峻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文青 则引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 称赞我国的社会稳定 记者陈思玄报道 张志贤在第四届新加坡中国社会治理高层论坛 开幕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 只有人民相信能够从国家的繁荣中 享有应有的好处 他们才会全力以赴共谋福祉 张志贤谈到了我国如何在种族和宗教 劳工关系以及住屋和社区问题 这三个主要领域实践这一原则 他说我国除了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也是世界上宗教最多元化的国家 而宪法保障了国人信奉宗教的权利 Singapore has laws to protect religious harmony but these are not often used We have instead established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informal structures to facilitate social discours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新移民主席在新加坡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称赞新加坡走出了一条杜居特色的发展之路 实现了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族群活目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尚高致辞时指出 我国社会契约的核心理念 包括巩固家庭和维持社会流动性 We are now at a different season of our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inequality is not so easily resolved Previously a rising tide lifted all boats Now we have to expand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ensure that some boats do not get left behind 当前和平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风险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是中心两国的共同课题 让我们以本届论坛为新的起点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这是冠病疫情后的第一场 新中社会治理高层论坛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报道 新闻记者陈思悬报道